为了体验生活 我成为了一名群众演员 却在无意间打翻了女主角的咖啡 她竟直接给了我一个巴掌 不仅如此 她还让我下跪道歉 不然就要让她的粉丝们 对我进行网报 我试图与她辩论 寻求一个公道 可导演却说 如果我不照做 这些天的工资 一分都不会给我 她想要借此威胁我 却没想到我压根没将这点钱 放在眼里 这部剧 也应该换个导演和女主角了 我知道了嘛 等今天这场戏结束 我就回去 在电话那头 我妈不断埋怨着 听我这样保证 才终于放过了我一马 我再三发誓 她才挂断了电话 这一次出来做群众演员 其实家里人都不赞同 无非是觉得辛苦 没有这个必要 可我从小梦想成为一名演员 虽然因天资不够 放弃了这条路 可能够出现在大屏幕上 是我的执着 如今也算是曲线救国了 确保身边没有人 听见我和我妈打电话之后 我才放好了手机 朝着片场的方向走去 大老远的 我就看见这部戏的女主角苏承淼 怒气冲冲地 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她是最近娱乐圈当红的小花 风头正盛 在片场就算是导演 也不敢随便地招惹她 虽说演技不好 但这年头 流量就是王道 今天这样大的太阳 整个剧组的人 硬是一场戏 陪着她来回走了十几遍 好几个群众演员都因此晕倒了 我并不想和苏承淼对上 立刻退到了一边 让开了身边的路 苏承淼将下巴抬得很高 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 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 更是一脚踩在了我的鞋子上 我忍着疼 没叫出声 反正马上就要走了 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惹事 可我不惹事 苏承淼却没打算放过我 他停下了脚步 猛地扭头看向我 眼中满是怒意 长没长眼睛啊 没看见我走过来吗 我忍不住在心里调侃 难不成还要自己跪下来迎接吗 但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将头埋得更低了 以此挡住自己眼中鼻翼的目光 不好意思啊苏姐 这条路太窄了 路太窄了你就不知道跳下去吗 连你也看不起 我要和我对着干是不是 苏承淼打断了我的话 怒吼着 抬手就要给我一巴掌 我知道 他是在别人那里吃了憋 所以将怒气发泄在了我的身上 还没反应过了 我已经伸手抓住了苏承淼的手腕 他眼睛瞪得更大了 鼻孔也微微张开 连说了三个好字 现在连一个小小的群众演员 也能站到我头上来了 真是翻了天了 你就不怕我封杀你吗 苏承淼的声音尖锐 几乎刺穿了我的耳膜 我的怒火已经在心中蔓延 却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 必须要冷静 苏姐真是对不住 我下意识的反应 我和你道歉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 和我计较了 我松开了苏承淼的手腕 只觉得自己脸上的笑容 都快要僵硬了 可苏承淼仍旧是一副 不愿意松口的模样 直到保姆车边上的助理小跑过来 对着他耳语了几句 真的 苏承淼眼睛发光 嘴巴里也念念有词 太好了 攀上了沈总这个高知 我就能享福了 他念叨着 没给我一个多余的眼神 就朝着保姆车走去 沈总 是我知道的那个沈总吗 我疑惑着继续往前走 可也许是在太阳底下 站了太久的缘故 我的脑袋突然之间一阵眩晕 下意识的 我伸出手来 撑在了一边的桌子上 好不容易等到视线恢复了正常 就听见身后 传来一阵女人的惊呼 啊 苏姐的咖啡 我低下头 才发现自己刚刚的动作 将桌子上的咖啡打翻了 苏承淼的助理 立刻走上前来 看向她被倒翻的咖啡时 脸上写满了恐慌 我也从一开始的茫然中回过神来 主动开口道 抱歉 我刚刚有些站不稳 不小心把苏姐的咖啡弄翻了 我再买一杯可以吗 在我看来 这并不是一件大事 毕竟只是一杯咖啡罢了 可助理听了我的话后 却抬起头来 恶狠狠地看向我 买一杯 你知道 这咖啡来得多不容易吗 这下我又一次愣住了 一杯咖啡而已 能有多不容易 苏姐的所有咖啡豆 都是国外直接进口的 加多少奶多少糖 用多少度的开水 都是有讲究的 哪里是外面买的咖啡比得上的 助理一张嘴 就和机关枪一样 将我说得哑口无言 我沉默片刻 心中的 无语逐渐弥漫 一杯咖啡而已 至于吗 你一个群众演员 当然不懂了 苏姐和你的身价能一样吗 助理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朝着苏承淼的房车 小跑过去 临走前 还没忘记对着我历生威胁 你等着 苏姐知道后 肯定饶不了你 就在他离开后 一边看完了整场闹剧的 男人走上前来 小声道 你还是赶紧 和苏姐道歉吧 一会儿他说什么 你都不要顶嘴 之前在片场 有人不小心把苏姐的外套 掉在了地上 那个助理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不仅如此 苏承淼的粉丝 还把男人网爆了 听说现在得了抑郁症 一直都不敢出门 男人的语气里 满是担忧 我精神安抚道 放心 我当然会和苏承淼道歉 这件事情 本就是我的错 可如果他非要上钢上线 我也不会轻易低头 房车的门很快就打开了 皱着眉满脸怒火的苏承淼 从上面走了下来 助理跟在他的身后 手上的遮阳伞 将苏承淼整个人都 包裹在了阴影里 不敢让他一丝一毫的皮肤 暴露在空气之中 哪怕自己累得满头大汗 因为身高原因 手臂高高举起 灯在苏承淼的身后 走得无比慌乱 也不敢将遮阳伞片 一分一毫 苏承淼很快就走到了 我的面前 用眼神 将我从头到脚 打亮了一遍 就是你打翻了我的咖啡 我面色如常地点了点头 虽然苏承淼看向我的目光 让我有些不自在 但我还是主动开口道歉 抱歉 我刚当太阳底下站了太久 有些头晕 所以撑了一下桌子 没想到 啪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自己的侧脸 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苏承淼 竟然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借口 哼 你这样的下等人 我见多了 我的东西 也是你能碰的吗 还伸手撑了我的桌子 要是我的桌子 因为你沾染上细菌了怎么办 三苏承淼的声音 带着冷嘲热讽 脸上的神情 更是不见掩饰的鄙夷 我重新看向苏承淼 心中满是不可思议 从小到大 除了而时 我爸会对我进行家规处罚外 从来没有人敢对我动手 哪怕当初我一门心思的 想要考电影学院 爸妈都舍不得动我一根手指头 只是停了我的信用卡而已 而今 一个区区的苏承淼 竟然敢打我巴掌 你这是什么眼神 怎么你不服气吗 自己错做了事情 还有胆子 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你算是什么东西 苏承淼的声音 又提高了一个八度 几乎将我的耳膜刺穿 他将动静闹得很大 周围的人都朝着我们看了过来 可没人敢上前劝阻他 可想而知 苏承淼脾气差这件事 在圈子里 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将自己心中的愤怒压下 苏小姐 我很抱歉 我打翻了你的咖啡 但动手打人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和你都是一样的人 你没有资格这样对我 我的话 像是让苏承淼更加的愤怒 他那双好看的眼睛瞪得很大 眼珠子 都几乎要从里面掉出来了 原本名艳动人的脸 因为扭曲的神情 也变得丑陋起来 一样的人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我可是苏承淼 我成为当红女星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 在哪个地沟里玩泥巴呢 苏承淼的原生家庭 算不上很好 他能够进入娱乐圈 完全是因为这张脸长得 过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听说 苏承淼是在大学 在路上发传单的时候 被现在的经纪人发现的 他刚刚出道时 走的也不是演员这条路 而是女团 只是因为苏承淼的基本功太差 舞蹈跳得稀烂不说 唱歌也跑得一塌糊涂 最终也没能成功 进入出道位 可在节目上的优越长相 还是给苏承淼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 从那之后 他开始频繁地在一些偶像剧里参演 一开始还只是小角色 但导演们却发现 有苏承淼出现的偶像剧 女主角根本没有办法站上他的脸 从那之后 苏承淼就成为了女主 一直到现在 已经不知道拍摄过多少青春校园的剧本了 也正因如此 他的经纪人 才替他拿下了这一部古装公斗剧 因为苏承淼的年纪不小了 急需转型制作 可现在看来 他的演技 压根撑不起剧本里聪明清醒的女主 相反 如果本色出演 倒是可以演一演恶毒女反派 你不是想让我原谅你吗 倒也不是不行 除非 苏承淼骂完我后 突然停下了话头 他眼珠子直溜溜一转 原本脸上的怒火也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笑意 可我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大 果然 苏承淼继续道 除非你跪下来给我道歉 怎么样 他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少女的脚侠 像是玩笑一般的话语 可我却知道 他不是在开玩笑 他是真的想让我跪下给他道歉 苏承淼的话音刚落 原本周围的窃窃私语声 全部都停了下来 我能够感觉到 他们落在我身上的眼神 或可怜或同情 也有人用愤愤不平的目光 看向苏承淼 但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 我可以理解他们 得罪苏承淼的后果 是每个人心中都有数的 他们不愿意 也不能失去这一份工作 但我不一样 他们不敢得罪的人 我敢 我只是这苏承淼的眼睛 嘴角带起了一抹略有些嘲讽的笑意 凭什么 只是因为我打翻了你的咖啡 我就要跪下道歉吗 苏承淼 你以为你真的生活在古代 所有人都要以你为尊吗 大家叫你一声 苏姐 是对你的尊重 不是你看不清自己身份 装模作样的衣裳 这大概是苏承淼走红以后 第一次有人当着他的面说 这样的话 他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像是打翻了的调料盘 可嘴上却仍旧不愿意 承认自己错了 身份 我的身份 就是在剧组我说了算 我让你跪下 你就必须给我跪下 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说了算 我冷笑了一声 反问道 所以在你的眼里 导演和制片 都是透明的吗 说 曹操曹操道 我刚说完这句话 就看见导演从不远处 匆匆赶来 应该是有人去和他 汇报了这里的事情 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 额头上都是汗水 已经有些微兔的头顶 在太阳的照射下 甚至有些反光 哎呦 我的祖宗 这又是怎么了 今天投资方 有人要来剧组视察呢 怎么偏偏这个结果眼上 给我闹事 导演的眼神里 写满了无奈 可偏偏对着苏承淼 说话的语气 却没有多少谴责的意思 倒像是在看撒娇 耍赖的孩子 苏承淼嘴巴一撇 伸出手指指向我 都是他的错 是他打翻了我的咖啡 导演你知道的 我昨天参加活动 连夜回的剧组 都没怎么睡觉 要是没咖啡 我下午的戏份拍摄 睡着了怎么办 我还真没见过 演员在镜头底下睡着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苏承淼就是在抬高 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 可导演却不愿意拆穿 那你想怎么样 我就是想让他给我道个歉 导演看向我 眉头青错 那个谁 给苏姐道歉 我垂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 已经大概明白了 导演要偏袒速成秒 却仍旧不死心道 他让我跪下道歉 那就跪 你还真以为 你的膝盖下面有黄金啊 不道歉的话 这几天的工资 你一分都别想拿到 导演的声音 已经极度不耐烦了 甚至带了些训斥的意味 对于群众演员来说 是没有固定的工资的 能赚多少钱 就看这个机会能不能抢到 所有在剧组工作的群众演员 都很珍惜这一刻 或许在这一次的工作机会后 他们又要等上很久 才能进入下一个剧组 这段等待的时间 上一个剧组发的工资 就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来源 导演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逼迫我低头 可是不巧 我这个人 最不缺的就是钱 我双臂还胸 索性直接坐在了 身后桌子边的椅子上 好啊 你扣吧 我不在乎 我今天就是不道歉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呢 导演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这样回答 顿失一张脸气的发白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那小小一杯咖啡的事情了 而是他们两个人的尊严 受到了一个小小群众演员的挑衅 导演咬牙切齿道 你信不信 只要我和别的导演打一声招呼 你这辈子 都别想在这里接到一份工作 我当然相信 没有人会愿意 为了一个群众演员 得罪他的 我耸了耸肩 仍旧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随便 我有手有脚 大不了去做别的工作 反正我又不期待成为大明星 也不是家里生活困难 来做群众演员 完全是为了体验生活 也是为了稍稍完成一下青春时期的梦想 导演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一旁的苏承鸟 却仍旧有话要说 他看向我的眼神 就像是雨林里 一条阴毒的蛇 你确定要和我作对吗 我的粉丝 不会放过你的 粉丝在他的身上 倾注了全部的爱 或许有部分人的行为过于偏激 可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不仅没有好好引导自己的粉丝 反而将他们的行为 为自己所用 刻意地发布言论 让他的粉丝们 对素人进行网爆 这样的人在我的眼中 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明星 我用冷漠的目光注视着他 从苏承鸟 打我的那个巴掌开始 他在我的眼中 就已经不再是娱乐圈里的人了 我学着他的样子 微微抬起了下巴 用得意又张扬的眼神看着他 那你确定要我跪下道歉吗 只要我一句话 我就可以让你直接从娱乐圈里消失 扑哧 苏承鸟毫不客气地笑出了声 他的手捂着自己的嘴巴 几乎笑得花枝乱颤 一边笑着 他还伸手拍着身边助理的肩膀 哈哈哈哈 你听到了没有 他说 要让我在娱乐圈里消失 他以为自己是个 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很好笑 旁边的助理脸上 带着有些尴尬和恐惧的笑容 可这样的笑容 显然是不被苏承鸟满意的 苏承鸟的笑声戛然而止 立刻用阴郁的目光 看向他的助理 你为什么不笑 是觉得不好笑吗 不 不是 当然不是 助理没有办法 只能跟着苏承鸟一起笑了起来 可就算这样 他手中的遮阳伞 也仍旧死死地 挡在苏承鸟的头顶上 苏承鸟笑着 一边的导演 却不耐烦地皱起了眉毛 行了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和你胡闹 我警告你 立刻给苏承道歉 不然 你不会想知道 后果是什么的 我倒是不知道 娱乐圈什么时候发展的这样快 现在就连导演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 这样威胁人的话了 我单手撑着自己的下巴 笑着问道 后果 我倒是想知道一下 我的后果会是什么 导演冷冷看着我 说出口的话 几乎没有丝毫的感情 你不在乎我不发工资 但你敢保证 所有的群众演员都不在乎吗 如果你今天不道歉 这些群众演员的工资 我一分都不会出 放在膝盖上的手紧握成拳 我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的不要脸 你就不怕我们去法院告你吗 告我 我只要说 你们在片场耽误了 全组人的拍摄进度 导致我浪费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 我不告你们 就不错了 再说了 你以为你们凑得起律师的钱吗 导演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让我不得不怀疑 同样的事情 他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确实 律师费高昂无比 很少会有普通人 主动找律师 维护自己的权益 就是因为觉得不值当 他也正式抓住了这样的心理 所以才会理直气壮地 说出这样的话 导演说完之后 我明显感觉到 周围的人群 开始躁动起来 人都是在乎切身利益的 我丝毫不怀疑 如果导演现在说 谁能够让苏承秒消气 谁就可以在剧本里拥有台词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冲上来 将我团团围住 看着导演那得意洋洋的目光 我紧紧抿着嘴唇 如何 还是不肯道歉吗 既然这样 可就怪不了我了 道歉吧 是啊道歉吧 只是下跪而已 平时演戏的时候 又不是没跪过 就是啊 你装什么啊 别连累我们啊 周围的声音 此起彼伏地响起 从一开始地 切诺到最后的响亮 几乎是要道德绑架 我给导演和苏承秒低头 在导演的注视之下 我不紧不慢地拿出了手机 给我的秘书打去了电话 投资的那部 《丽妃传》 我要把导演和女主 全部换了 能够进入这个剧组 并不是偶然 而是因为 《丽妃传》 本就是在我的投资之下 拍摄的电视剧 曾经 我也梦想过成为一名演员 可偏偏自己压根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高三那年一考失败后 我心灰意冷 答应了爸妈会好好学习 继承他们的公司 走上他们期望的道路 在大学四年留学一年后 我成功进入了公司 也算是拥有了一点话语权 在那之后 我爸为了弥补我追梦失败的创伤 主动将公司的产业 开拓到了娱乐圈的领地上 《丽妃传》 就是我们公司投资的第一部剧 也因此 我和我爸都很关心 却没想到 这剧组竟然有这样大的两个毒瘤 电话那头的秘书 听了我的话后 虽然惊讶 但也并没有多问 只是立刻答应了下来 挂断电话 站在我面前的导演 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我 换掉我和苗苗 你以为自己是投资方吗 只不过是一个群众演员罢了 哪里来的胆子说出这种话 不会是傻了吧 他的语气里满是嘲笑 眼神里更是明晃晃的鄙夷 苏承淼立刻接上了他的话 嘲弄道 哪里是傻了 我看他这是在装逼呢 小说看多了吧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少爷 我告诉你 在我面前 你跟一只蚂蚁 没有任何区别 面对苏承淼和导演的话 我没有任何的反应 只是耐心地 回复着手机上的消息 导演看我竟然敢无视他们的存在 脸色一下子就绿了 你们 谁要是让他跪下来道歉 下一幕戏就可以说上十句台词 导演对桌边上别的群众演员们怒吼着 到底还是用了这一招 我明显可以感觉到 他们看向我的眼神立刻变了 甚至已经有人蠢蠢欲动 缓慢地朝着我挪动了过来 苏承淼冷笑了一声 道 你现在赶紧和我道歉 说不定我还能放你一马 同样的话 我也送给你 我笑着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此时已经有人走到了我的身边 用有些愧疚的目光看着我 可手臂却格外诚实地 抓住了我的肩膀 我并不惊讶他们的选择 人都是需要拼了命地往上爬的 只是每个人选择的手段不同 但 这样的选择 是要建立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 而不是用别人的身体 做成自己的垫脚石 我被他们簇拥着 几乎是压着到了苏承淼的面前 他用得意的目光看着我 缓缓道 我反悔了 我现在不仅要你跪下给我道歉 我还要你把我的鞋子舔干净 今天的拍摄场景 是女主出宫后 遭人绑架 所以苏承淼的鞋子上满是泥泞 看上去就格外的脏乱 他笑着 提起了自己的裙摆 将鞋子送到了我的面前 不知是谁 从身后用力压下了我的头 我一时不备 踉跄着险些跌倒在地 就在我稳住了身形 准备还手的时候 却听见了一个熟悉的男生 你要谁把你的鞋子舔干净 一抬头 就看见我爸沉着脸大步走来 沈 沈总 你怎么来了 导演的脸色立刻变了 对着我爸 止不住地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苏承淼听见导演的称呼 也立刻一改刚才的嘴脸 伸手将自己的头发整理好 而我身边的人已经松开了 抓着我的手臂 我爸的眼神 从我身上扫过 落在了导演的身上 他的脸上 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 导演啊 你们这是在导演的嘴唇有些发抖 一时之间支支吾吾的 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还是他身边的苏承苗反应了过来 我们在试戏呢 沈总 对对对试戏呢 这不也是为了让拍摄过程更顺利一点 导演立刻将头点成了小鸡灼米 深怕我爸不相信 哦 试戏 可我怎么记得苏小姐饰演的是女一号 女一号 有这样恶毒的戏码吗 我爸笑着 可语气却没什么起伏 就连声音听着 也格外的冷漠 导演的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 可苏承苗仍旧是面不改色的样子 是导演想要锻炼我 让我演一下恶毒女二的戏份 你说是不是啊 最后一句话 他是对着我说的 苏承苗的威胁意味格外的明显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可我只是笑着 朝着我爸走了几步 站在了他的面前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我们不是在试血 沈总要是到得晚一点 说不定他们就要 压着我跪下给这位苏小姐 把鞋子舔干净了 我的话音刚落 苏承苗和导演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他们没想到 我竟然真的会把事情说出去 二人看着我的眼神 像是恨不得将我除之而后快 我爸的眼神阴沉了下来 可嘴角仍旧笑着 是真的吗 怎么可能是真的沈总 您别听他瞎说 这个群众演员 本来就谎话连篇 不仅老是说谎 而且还偷过剧组里的东西 为了让我爸相信我人品恶劣 导演往我的身上 加了很多莫名其妙的罪名 苏承苗止不住地点头 身怕不够 继续开口道 是啊是啊 而且他还偷拍我换衣服 要不是导演及时发现 说不定我现在 都已经上热搜了呢 这种人说的话 怎么可能是真的 苏承苗和导演笑着 可他们的笑容明显很牵强 我爸的目光 在他们二人之间来回打量 最终冷笑了一声看向我 怒斥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我爸突然地发难 让二人的脸色一洗 他们都以为 我爸是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 可只有我知道 他的意思 是让我别继续演戏玩下去了 我叹了口气 走到了他的身边 知道了 爸 那一刻 我很明显地察觉到了 苏承苗和导演 嘴角笑容的凝固 甚至连眼神 也变得呆滞了起来 爸 苏承苗的声音颤抖 带着些虚弱 我爸笑道 是啊 你们口中偷窃偷拍 还撒谎的人 是我的今生儿子 这下子 导演的脸色 刷得一下变白 身体摇摇欲坠 眼看着就要跌倒在了地上 我还嫌不够 刺激他们的 开口道 导演 你刚刚说 得罪你的后果我承担不起 现在你觉得 我能承担了吗 他的嘴唇变得惨白 张嘴了好几次 才终于发出了声音 误 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我可不觉得 你们刚刚扬言 让我跪下道歉的时候 可是坚决得很 我可不觉得 苏小姐的演技 能好到这个地步 我笑着 看向了苏承苗 他对上我的视线后 身体猛地颤了颤 苏承苗着急地 朝着我走了两步 想要解释什么 却被我打断了 苏小姐倒也不用多说什么 你刚刚说的已经够多了 我都听进去了 有句话你说的确实不错 你在这个剧组 说一不二倒是真的 所以 我特意把你和导演 都从剧组赶出去了 你觉得怎么样 苏承苗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了地上 还好一边的助手 伸手搀扶住了他 可苏承苗却直接挥手 将他的助手推开了 那姑娘直接撞在了桌角上 痛得脸色发白 可苏承苗并不在乎 他只是直勾勾盯着我 眼神里带着急切和恐慌 小沈总我知道错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太猖狂了 您别踢了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真的 苏承苗的意思很明显 可我却只觉得恶心 我倒退了一步 拉远了和他之间的距离 免了 我对心狠手辣的女人不感兴趣 苏承苗终于明白 自己的命运已成定论 最终摔倒在了地上 我转头看向一旁已经呆滞了的导演 好心提醒道 既然你和苏小姐关系这么好 一起滚出去 你没有意见吧 导演又能说什么呢 只能颓废地接受了我的决策 我和我爸转身走的时候 还听见他们二人在身后的争吵 苏承苗 老子这次被你害惨了 被我害惨了 你怎么不说是你自己傻逼 你他妈找死是不是 你算是什么东西 你这样和我说话 我听着他们的声音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爸看着我 问道 怎么样 对娱乐圈还有幻想吗 我搓了搓自己的手臂 摇了摇头 我觉得我还是老老实实经商吧 苏承苗从剧组被换走的事情 很快就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新剧组的女演员 比苏承苗的名气小很多 长相也远远没有他名艳动人 但他演技不错 最关键的是 为人谦逊和善 待人友好 换了导演和女主角后 剧组的进展明显顺利了很多 可偏偏这个时候 网上有人闹事 非说他是资源咖 苏承苗是被硬生生挤走的 导演私底下偷偷联系了我 说他因为网络上的留言状态很差 为了维持剧组的拍摄进度 我特意让公司的公关 发布了一则声明 表明换掉女主角 完全是因为各方面的考虑 与演员本人无关 我明明已经很维护苏承苗的脸面了 可他偏偏还是不死心 不仅发了一个伤感的微博 还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了 自己险些被人潜规则的意味 大有一副要往我身上泼脏水 还没忘记在自己身上 贴一个独立自主标签的意思 他的粉丝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开始对我进行网络暴力 不仅扒出了我的名字和长相 还扒出了我的过往经历 就因为我曾经拍照的时候 带到了苏承苗的海报 他们就认为我是苏承苗的粉丝 对他因爱生恨 所以才将他提出了剧组 不管公司发布了多少声明 这样的声音都没有减少 当人数太多的时候 就很难用常规的处理方式 解决这件事情 就在我因网报而无比头疼的时候 我的邮箱却收到了一个录音 是那天片场的录音 给我发录音的人没有署名 只是告诉我 他曾经最好的朋友 是苏承苗的助手 那个因为被网报 而得了抑郁症的可怜人 我将那则录音 公布在了网络上 至此 苏承苗的形象完全毁了 踏踏的不能再他 那些有脑子的粉丝们 纷纷脱粉回彩 代言的产品 也都和苏承苗解除了合约 只剩下一些脑残粉 还在说 他们的姐姐是被冤枉的 但因为数量不多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而那个力挺苏承苗的导演 也遭遇到了网友们的身疤 不疤不要紧 一疤网友们才发现 原来他与苏承苗 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自此 苏承苗所有的黑历史 都被匿名 发布在了网络上 有人说他在片场 耍大牌打人巴掌的 让替身在水里 泡了好几个小时 转头营销自己敬业的 还有看上了男演员 当晚就去敲门呢 等等等等 这其中的爆料 有真有假 强倒众人推 但网友们可不会去分辨 苏承苗算是彻底毁了 不过这一切与我都没有关系 剧组的拍摄过程很顺利 我也借着这一波的势头 开始进行别的产业投资 公司的名气越来越大 连带着我爸 都对我夸奖有加 再一次看见苏承苗 是在电视剧杀青后的 记者发布会上 作为投资方 我坐在台下看着男女主们 在台上 谈论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就像是看着自己 亲手带大的孩子 余光却瞧见 侧门有个影子 鬼鬼祟祟 不知在干些什么 我给门口等待着的保镖 发了消息 让他们将那人抓住 在记者会结束后 保镖将人带到了我的面前 正是苏承苗 一段时间不见 苏承苗的脸色难看得厉害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名言 他用怨恨的目光看着我 咒骂 如果不是我他 不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全然不明白 害他的人 一直都是他自己 保镖说 看见苏承苗在门口倒了汽油 是想要将我们烧死 我当着他的面 拨打了报警电话 他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 我多少也有些唏嘘 明明可以永远做大明星 却偏偏毁了自己的前途 有的时候 欲望真的会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